这一段程式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因为以后大概就长这样 反正差别只是说 你的资料库名称更改 资料表名称更改 栏位数更改 还有就是说形态更改 那其他都一样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查出 把资料调出来的话 你除了可以用CQLive Browser 因为我怕各位如果找不到 这边有个连接 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那这边就可以把它下载 但就要解压缩就对了 然后 但如果说你今天除了说呢 可以用CQLive Browser CQLive Browser特别重要 它是免安装的啦 但你前提 你一定要第一个先open open它的位置 我是放在我们Workspace底下的 专案底下的SRC 所以你找到就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呢 这边就有三个页面 第一个是Data Structure Browse Data 然后还有一个Excute SQL 这Excute SQL呢 其实就跟我们那个程式里面 Excute SQL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边下SQL语法 所以有些资料互工程师 他们就直接在这边跟资料互工程师 比如他调什么资料 他在那边下SQL语法 资料就调出来了 比如说我要把刚刚 所有东西调出来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什么 那语法接下来第二个查询 字有点小 第一个是要slate slate后面的话加上一个信号 信号的话就所有的栏位 但你也可以拿一个栏位 比如说你number 逗点 然后tl 两个栏位 但不过我打个信号 from后面 后面再打一个from from后面的话再打一个table 01好了 这个名称的话 比如说table名称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就执行底下有个execute query 一样道理就丢给资料库 把资料给我吧 有点像你帮我把那个 我刚刚的那个table的所有东西 帮我抓回来 意思是查回来 然后execute SQL 那你会发现下方 就会出现我们要的结果 这两个栏位 number跟tl 就是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sicute live browser做的 那如果说将来你要透过python做的话 那要怎么完成 其实呢 接下来请各位另外再新增一个新的 这个module module就叫sicute live 02 我这边取sicute live 然后呢 我如果要查询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的话呢 前面的三行 是跟刚刚的这个程式一模一样 所以你可以从范本复制贴过来 那底下的sicute stream sicute 语法就我刚刚打的 select所有的栏位 所以信号是所有的栏位 OK from哪个table 那后面的话一样做什么 做cursor.execute OK 那execute之后的话呢 它会帮你把得到的结果放哪里呢 放在我刚刚讲的 这个cursor物件里面 它execute之后的嘛 它就帮你把资料呢 通通都放在这个cursor物件 我刚讲 cursor物件它就我把它取 我习惯叫它叫资料表物件 或者叫做如果它查完的结果 我丢回来 它也可以称为叫做检视物件 或者叫view物件 其实就是道理跟那个 如果你们有用过资料 我固大同样看 就查询的结果 它会把资料丢到这个物件里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里面所有东西 通通都把它再读回来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就for for回圈 for 这个变数名称之一曲 ro in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for each 就是cursor里面 所有的东西 都通通帮我一个一个读 读到哪里呢 读到这个cursor里面 那特别是说 读出来的结果 我们把它先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怎么 我们刚刚放进去的资料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 也就是说 它excue之后 它会到带回来东西 就是长这样子 所以我们如果要一个一个 把它解析出来的话 那变成你需要在底下加一个for each 去的回圈 把这个里面的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列 所以它会先帮你抓第一个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呢 再切割 那特别注意 它回来的话 就是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ro 那中瓜5里面加个1 意思说这个的第一个资料 这一列的第一个资料 其实是第一栏资料 这一列的第二栏资料 中间我是故意加个d点 然后做分隔 所以一个读完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 直到没有为止 那就可以把资料全部都 但它这个地方 少了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更完整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上面多一个print print什么 也许给我给它一个栏位名称 那也许给它一个中文名称好了 比如说第一栏 那叫做编号 第二栏叫电话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 把资料 可以再把它从资料库里面 把它抓回来了 OK 所以刚刚可以insert 那现在可以把它slate的读取回来 所以理论上 大概这两个方法 其实就很够用了 因为用来用去 不过去把资料放进去 我需要的话 再把它读回来 顶多是说呢 我要读回来的资料 我可以下条件 比如下什么条件 像我要查编号是3的那个 比如说你可以后面再加一个什么编号 我想要抓那个编号 就有点像你们要查资料 像人家你去买东西 他条码一刷 那个产品的相关的资料 就都带过来 不知道售价多少 那基本上都是根据哪个编号 所以会有 你后面可以加一个叙述 会有什么呢 number 等于什么 等于3好了 你可以下一个条件 这就是筛选条件 有点像是以sell里面的那个筛选功能 筛选会有number等于3 那你可以把它执行 3的资料就掉出来了 有没有 那还有什么 如果你不 另外 比如说你要查什么 会有TL 电话是多少 那问题 特别之后 如果你是 假设啦 你那个电话 你根本不知道 我想要知道 如果是02开头的 帮我掉出来 那问题 你不能用这样 你不能说等于什么 等于后面加一个02 这样子 它可能没办法 它掉出来资料 应该是没有资料 应该查无资料 所以如果你希望 查到关键字里面有02的 特别之后 你后面的那个 比较的运算值 就不能有等号 你就要加一个 文字比对是like like 那个栏位 like什么啦 like02 那02的话 记得前后 习惯还是要加单以后 那问你现在给它 它还是只能够抓到电话号码里面是02的 可是我不知道 我只要02的什么 那你可以怎么 再加一个万用资源给它 也就不管后面是什么 只要是开头是02的 那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百分比符号 OK 百分比符号意思是说 不管是什么 关键字是02就可以了 好 试一下 理论应该这样就可以把资料带出来了 有没有 0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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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如果我想要找什么 找电话号码里面 有那个什么 有 有98好了 98这个 那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它变成说它是在中间的话 那你变成什么 前后都要有百分比符号 里面的话你就改什么 98 这样就可以了 以后其实差不多 以后如果你要查什么关键字 其实就这样子 只要把这个里面的文字 变成一个变数 请输入要查询的关键字 然后带到这一个地方 它就帮你把里面有这个字的 关键字的资料 全部都调回来了 所以其实 特别之后 比较运算只用like OK 大概这个规则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找的话 就会找到这一笔 中间有98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查询 我们把重点讲一下 第一个 特别注意就是 只要在连线这个资料库之后 下一个语法 slide所有fromtable01 然后后面的话 如果你要再加筛选条件的话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里 OK 这很重要 因为以后 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查到你想查的资料 OK 那底下的话 再把它列出来 跑一个for回圈 for each的回圈 把资料逐一的列出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刚没听 试一下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新增 有查询 那待会的话再介绍什么 删除修改 其实资料库这四个重要的功能你会的话 基本上就够用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用来用去 像我以前写专案 我发现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大概用这些就够了 OK 用来用去 好像就是新增 有没有 你如果资料进货 进货就新增一笔 对不对 然后要查库存查询 如果说要把某资料删除 资料如果定家要变更 就是修改 用来用去 大致上 新增查询 删除修改 大致上够用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何做 资料的删除 跟资料的修改 如果你这两个也会的话 将来应该 绝大部分的应用也就够了 OK 那里面 我是觉得最重要应该是新增 跟查询 那查询尤其重要 像那个会有后面的 这个哪一栏的什么条件 尤其是关键字的查询 这个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你如果资料 可以塞得进去之后的话 你将来要做那个 关键字查询 其实就还蛮简单的 比如像我刚刚讲那个 全程邮局地址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全程邮局地址 合并完的资料 全部都塞在资料库 然后将来要查 哪一条路上面 有没有邮局的话 那就关键字下一下 哪一条路上 他帮你列出来 你查看看有没有那条路 大概就知道说 有没有哪些邮局 试一下 好